西班演员意外惨死戏台 死后魂魄仍留在台上继续唱戏 今天为大家带来恐怖电影《魂魄无奇》 陆初八是西班的演员 但他戏唱的不好还十分怯场 只能在西班打打杂翻翻跟斗 经常因为混场子被天歌教训 初八愤愤地将天歌表演用的霸王枪藏起来 可是一转头霸王枪竟被拖到了楼上 初八以为有人在戏弄自己 于是跟着追了上去 却在楼上看到了一个提着红灯笼的女人 慌乱间初八躲进了一个箱子 等她再打开箱子的时候 发现自己竟来到了郊外 想着即将开始的演出呢 初八扛着霸王枪便往回跑 幸好及时将道具送到了天歌手中 突然天歌被附身一般 唱起了楼台会 而且还发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台上的其他演员也述如此 这诡异的一幕将观众吓得直接离场 闹鬼事件严重影响了剧场的声誉 天歌将这迁怒于初八 还想让班主老婆娟姐吵了初八 回到家 初八又听到咿咿呀呀的吟唱 随后体灯笼的女鬼乘着小船出现在河里 初八正想逃跑 几个朋友来找她 朋友听说了她撞鬼的事 提议用童子尿试试 花了一百块钱找了一个小孩 初八拿着童子尿回到剧院 准备找那灯笼女鬼算账 却无意间撞到了天歌和娟姐思通 情急之下呀 娟姐假扮成女鬼退场 而天歌也假装成被鬼缠住了 陆八居然心以为真 这件事之后呢 天歌怕她张扬 没再说过炒鱿鱼的事 但却暗地离石坏 踢了她一脚 这一脚啊 直接把初八踢到了另一个时空 在这里 陆初八看见一个女人正在化妆 女人转过身来 却是无像花旦 正用画笔在白纸上 为自己画脸 初八吓得想逃走 却被对方用水袖遮住眼镜 一瞬间 她也变成了无像人 初八梦中惊醒过来 原来刚刚的一切都只是梦 就在这时初八发现 后台正有个人在化妆 那人缓缓转过头来 一瞬间梦境与现实重合 让人分不清虚实 初八害怕的不敢再看下去 她慌张地逃离了剧院 半路上就像被几个男人围住的女孩采儿 却不慎被酒瓶打破脑袋晕了过去 血晕之际啊 她再次去到了那个一时空 并看到一个女人在唱楼台会 突然一个花牌被大风刮了下来 正好砸在女人头上 女人爬起来 将被砸掉的半个脑袋 安了回去 并慢慢的靠近了初八 让她帮自己继续唱下去 初八问为什么要找自己 女人说因为她是初八的前生 初八醒来后正躺在医院 恰巧捐姐来告诉她 有个老板指定要她唱戏 要唱的正是灯笼女鬼 让她唱的楼台会 出院后 初八遇见上次被自己救的女孩采儿 原来采儿竟是个富家女 因为一出生她爸爸就中了六合彩 于是给她起了个名字叫陆桓彩 虽然彩儿性格刁蛮 却十分善良 初八对彩儿心生爱慕 经过调查 初八得知灯笼女鬼叫做紫云飞 为了让紫云飞以后别缠着自己 初八用竹竿将自己敲去梦中 与她商讨 这次紫云飞换了一身正常的装扮 原来紫云飞竟是个假小子 她是60年前 风靡万千女性的文武生 为了适应角色 时刻都扮成男人的模样 并在一个风月场合 认识了蒋家二少 这个二少生性好毒 一次不小心输光了全部家当 是紫云飞帮她还清了债务 少爷对紫云飞心生感激 可她对紫云飞暗生情愫的同时 却又始终无法完全将紫云飞当成女人 而紫云飞也对二少爷方性暗许 她却算自己和二少爷的姻缘 可算了三次 也显示二人有缘无分 一切只等到来世才能偿还 紫云飞偏不信邪 她不顾自己的前途穿回女装 并决定一改往日的戏路唱花旦 和二少爷约定 让她来听自己唱楼台会 这楼台会唱的是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 紫云飞想借此表明自己的心意 没想到二少爷并没有服约 紫云飞不想放弃 坚持要唱这台戏 等二少爷 却没想到后面出了花牌事故 命丧黄泉 她死后因为怨念太深 一半魂魄留在台上继续唱戏 而另一半魂魄 投胎转世 她一共转了三次式 第一式变成了一只公鸡 第二式变成一个洋人 第三式便是陆初八 她只能请求陆初八 帮自己完成这台戏 为了说服初八帮自己唱戏 紫云飞先是来硬的 附在她身上整骨她 接着又来软的 答应帮她追求富家女彩儿 陆初八这才肯答应帮忙 终于到了演出这天 彩儿也赶来给初八捧场 可演出在即出了意外 西班班主已经失踪了一个月 因为欠债啊 大建方准备将戏台拆掉 关键时刻 彩儿的富豪老爸出现了 答应只要彩儿帮自己的忙 他会帮剧院还债 而他要彩儿帮的忙 居然是让他赌博 原来彩儿从小运气好 逢赌必赢 但赌完之后呢 他就会恶心肛偶 在彩儿老爸的帮助下 剧院终于还清了欠下的债 但经过这个小插曲啊 演出还是被延期了 这时 一个疑似二少爷的老伯联系了他们 紫云飞和初八激动的找到老伯 这才知道老伯并不是二少爷 而是二少爷从前的侍从 二少爷早在紫云飞出世那年就殉情了 他告诉紫云飞 在二少爷心目中 她是最重要的女人 二少爷死后 还和紫云飞葬在了一起 紫云飞没想到 朝思暮想的二少爷 竟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可是二少爷的魂魄 究竟去了哪里 或许这么多年过去 二少爷早已投胎转世 终于到了演出这晚 紫云飞附在初八身上 开始唱楼台会 为了让紫云飞放心离去 初八和彩儿计划上演了一出戏 这一幕呢 让紫云飞想起自己与二少爷的过往 她相信彩儿就是二少爷的转世 心满意足的追着红灯笼而去 可她始终也没唱完这台戏 她走后初八也唱不下去了 就在她放弃的时候 戏班班主的鬼魂回来了 原来她在一个月前出了交通事故 死后啊 仍不放心戏班的事 她让初八唱完这台戏 就算台下一个观众也没有 也不能放弃 初八听从班主的建议 唱了自己最拿手的一场戏 在她的表演中 台下逐渐聚满了看戏的鬼魂 而班主的鬼魂呢 也终于放心离去 人生如戏 有开场便有落幕 不管是紫云飞还是班主 都坚持完成了自己的人生戏曲 而至于彩儿的身份呢 其实从她和二少爷 都是赌徒这条线索透露出 彩儿的确是二少爷的转世 或许每次赌博后的呕吐 正是她对自己当年 没有赴约的惩罚吧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